画面上这个人车针道的情形是位在成功路桥下的成功一路 有民众向市议员郑文廷反映 现场道路狭窄而一旁的花圃范围太大 建议能将花圃内缩以疏解人车针道的问题 民众一再地跟我们澄清这个桥下的这个花圃 因为它这个有占据到这个道路的一个路面 所以在尤其是早上很多人来买菜的时候 会产生人车针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因此它建议我们要把这个花圃向内缩 这样子道路的这个路宽可以增加 那行人也比较能够靠边来行走 而且车辆在行驶的时候就不必再先往左再往右拉直 那这样子对于一个行车的一个这个方向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行车的一个动线 那因此我们希望区公所能够来研议办理 会刊现场经过讨论后 议员郑文婷要求花圃的师座单位 仁爱区公所能尽速针对花圃范围内缩进行研议 以改善人车针道的状况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